不锈钢是一种防腐和耐高温的合金 它被广泛应用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工厂把废弃的钢材放入巨大的冶炼炉内 然后加入各合涅等合金 这不仅可以提升钢的强度 还能在它的表面附着一层氧化膜起到防锈的作用 接着用电极把金属混合物加热到溶点 使它们融化成液体 通过滚筒的引导流入长方形的凹槽内 形成一条66.66米的钢条 再进入下一道制作工序前 首先需要把钢条切割成较短的钢板 然后将它抬升到另一个工作台重新加热软化 经过短暂的冲洗处理掉附着在表面的锈钢 接下来让钢板在带有滚筒的机器上来挥移动 直到将它压成指定的长度跟厚度 这个线轴把钢板像卷侧纸一样卷绕在一起 在卷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直洒水进行冷却 一旦完成卷制工作 它们就会把钢卷转移到另外一台机器用热酸进行清洗 清理掉表面沉积的锈钢 然后用滚轮把钢板压成指定的厚度 因为金属在冷却的过程中接受滚压 不仅可以提升它的韧性 还能关闭其表面的气孔 让金属发出光泽 经过最后的清洗工序 钢里的各会与氧气结合形成一层防止生锈的氧化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